第一個讓大家體驗的就是 簽到出席的部分 尤其如果你有混能式教學 有時候我們很難掌控人數 我要比較清楚知道 這裡有一個課堂出席 這個功能 按下去 老師可以選擇是老師自己點名 還是學生自己簽到 你知道嗎 我現在這個學習都用這個 同學時間到了 他就知道自己要簽名 來老師看一下您自己的畫面 有沒有跳出來 對不對 那來自己點 有沒有馬上我這邊就反映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有個好處 我可以從這裡 直接關注沒有簽到的同學就好 有簽到的我不用理他 沒關係啊 對不對 因為確定有了嘛 所以我就要問一下 宜君老師有來嗎 有對不對 如果他確定有來 我可不可以幫他補一下 可以的 這樣你了解意思了 好 所以雖然我們剛剛是給同學簽到 但是事實上老師可以針對這個部分 自己辦法加進去 小飛機老師有沒有來 有嗎 對不對 像這樣子 好 那 這些東西 會保留下來 所以你看課堂紀錄裡面 這個紀錄 有沒有 有看到 所以我今天 我再點第二次 再點第三次 老師不用擔心 會鋪裂掉 他都有把你記錄下來 那你也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會比較輕鬆一點 有沒有 你看很多老師都打完了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是第一個 就是我們先體驗一下 在OHA銀端教室裡面這種簽到 那其實這個功能很像 有一個互動工具叫做 觸臂 但是這個工具在國中小 比較少人用 在大專院竅 比較多人 有使用 因為它是一個付費的工具 好 那麼再來 他當然也有隨機抽人的功能 所以你看 我們這裡有沒有隨機抽人 好 你可以選擇全班 還是 如果有分組的話 我可以用分組去抽人 好 假設我在這邊 好 我們就 這個 直接抽兩位老師出來 老師看一下你的手機 看一下你的那個 乾乾老師 應該是乾孟娟老師 小飛機老師 來 我們看一下 你們 有沒有看到 在你們的畫面上 隨機抽人 這裡有沒有同步 有對不對 是也可以看得到 好 所以 這樣子 是不是就可以抽了 就抽到 我就可以問同學了 那如果同學 表現得不錯怎麼辦 像 剛剛老師 他說已經是我的粉絲了 我當然要跟他說很厲害 You're the best 有沒有 我們把這個 互動的評分 機制就把它放進來 像這樣 小飛機老師 我好像也是 有看過一次吧 有嗎 我們有煎過麵嗎 要說有 要說有 You're the best 所以 這樣子就可以 對不對 然後你看 我這樣抽完之後 我再來抽 你有沒有發現 他們兩個免疫了 因為現在有沒有拍出兩個人 就是他們兩個 所以老師你同一次上課的時候 你有抽過的不會再被抽到 除非你要讓他再加入一次 你看我再抽兩個 就不會抽到 欸 我抽一個 15號 蘇老師 喔 來來你看 他說你也是粉絲 You're the best 對不對 而且 老師會聽到那個聲音 那個聲音 當然你如果覺得 小朋友的話應該是比較OK 比較大一點的 也許這個聲音 我們就可以把它關掉 因為它裡面可以設定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我們 跟同學互動 是不是又多一點 所以雖然 隨機抽人 有沒有很多地方 都有這個機制 有 但是我們利用它 這個也不錯 你可以做參考 而且又可以跟這邊做整合 這個是我們第一個 跟老師稍微分享一下的 這種體驗 第二個呢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我們講不是有分組嗎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先來做 一個那個 個人的搶答 好了 這裡 在歐寒的教室裡面 它有一個搶答的功能 在左手邊這裡 你可以分個人或分小組 那我就用個人的 來你看我們按下Plat 你看看您的手機上出現什麼畫面 我要搶答 我要搶答有沒有 其實說真的齁 我們現在如果在教學現場 小朋友的應該可能 舉手的意願應該會蠻高的 但是越大 你知道這隻手越重 所以現在呢 因為手很重 按下去的 會比較多一點 哈哈哈哈 按我要搶答的會比較容易 來我看看有沒有老師按下去 你看 冠輝老師一秒鐘 1.2碼要給他按出來了 有沒有 哈哈哈哈 好 他都不知道我要問他什麼問題 這麼快就搶答 哈哈哈哈 所以來我問你一下 這一題 是 一部卡風的 在這裡 冠輝老師 請問這是哪一部卡通 有熟悉吧 有嗎 是哪一部 我們這一家對不對 因為他比較特殊 因為他比較特殊 是不是什麼 我們很少看到卡通 是拿軍樂 當作主題曲的 真的真的 所以厲害厲害 冠輝老師 在這裡有沒有 我沒有看到他沒關係 到學生 班級學生 找到冠輝老師 在這裡有沒有 我在教室嘛 厲害 好 那我就要問剛剛 另外那位 這個喔 搶答的這裡 我們現在換小組囉 但是小組還沒有分組 來我分組一下 我們 如果老師在學校做分組 假設你教了好多個班級 請問你會記得哪一個班級 哪一個同學 分在第幾組嗎 這樣應該有點強能所難 所以你就來這邊 你看 你可以手動 也可以自動 好 如果是自動的 你可以選擇男生一組 女生一組 還是平均分配 還是隨機 那如果老師是手動的 你就自己決定 你要分幾組 請問 可以分六組而已嗎 這個時候請你滑鼠滾動一下 有沒有還有 最多二十組 哈哈哈哈 這個應該都超過老師 班級 那個可以分組的吧 所以 你可以自己決定看 你要分幾組 然後呢你就點 你看 好 比如說孟堅老師 一組 跟他一組 這樣有沒有就選好了 那我第二組 再點 因為這裡都有提示嘛 所以你是不是這樣 就不會選錯 好 那如果你在這邊 我懶得這樣一組一組動 我就來自動分組 隨機 好 每組幾個人 我們排隊一下 教練 教練 你被分到第一組 欸 你有沒有發現 他會告訴你分到第幾組 你注意一下 你分到第幾組 你的顏色不一樣 老師看看你的手機 或者你的畫面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 你分到第幾組 有 有 那有沒有人 會跟老師 反應說 老師我不要跟他同一組 欸 怎麼辦 來這裡 學生分組這裡 老師的分組都會記錄下來喔 欸 我來這邊 調整分組 有沒有 點進去再自己調 這樣就好啦 而且 老師如果這一堂課 跟下一堂課 可不可以用不一樣的分組 當然可以啊 對啊 比如說你看我們剛才是分六組 那我現在好 我重新分組喔 我重新 欸 麻煩大家我分成八組好了 分成八組 每組四個人 請求你被分到第兩組 好 你看我現在是八組了 可是 我想要知道 欸 我之前的那個分組的狀況 你可以回來喔 你看這是六組的 按一下 有沒有回到六組的 所以老師可以隨時的切換 你不用擔心說 啊 那個上次誰跟誰在一起 我忘記了 哪有忘記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都是淡季 你不覺得嗎 哈哈 這樣很冷嗎 哈哈哈哈 對不對齁 所以你就可以隨時的切換啊 那我們今天上課就用這個分組 下次三個用這個分組 下次三個用這個分組 都可以的 你不用說 重新再做一次 不用不用 那你看 我現在分組完了 我再來搶答喔 我用小組搶答 好 來 我們策略一下 我們來看看老師搶答的速度 有沒有 你上面是可以按了 又是冠輝老師 為什麼你的手 掉下來這麼快 哈哈哈哈 兩秒鐘就給他按出來 那我不能問你 先問第三組好了 林老師 來來來 我要問你一下 剛剛我們講說這個是 一個進行曲對不對 請問是哪一首進行曲 有點難對不對 嗯 對 對 你看 答案就在上面 哈哈哈哈 好 來 你看一下 那我們既然是分組了 又是第三組 第三組在這裡 那麼老師在給分 這個評分的時候 你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 我就把分數加到 每一個同學身上 第二種分數 我們當做小組競賽 我可以給小組加減分 那 預設只是加在同學身上 好 那這個部分 我們待會讓老師 當老師的時候 你可以去設定 我在基本設定這邊 你看一下 往下走 最後面 有沒有學生分組 加點分的方式 我現在是加到小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當我在這邊加減分 好 厲害 有沒有加在這裡 他就不是加在學生的身上 這樣了解了 就是如果你要分開計算就分開 要混在一起 又混在一起 都沒有關係 你看我們回到剛剛這邊 有沒有每一位同學的加減分 都在上面 有 這樣都看得很清楚吧 好 當然未來 如果老師 比如說我可能 第一次月考 或第二次月考之後 我就要歸零 可不可以 可以的 你看我們這裡有一個叫課堂表現 你可以把現在這個 我下載完了之後 就把它歸零 就重新再計算一次 這樣也可以 所以他要考慮到這一點 那 以後我們這些所有的紀錄 通通都可以下載一下 包括出席的 投票的這些通通都可以 這樣老師覺得 有沒有比較不一樣一點 其實做的事情 還是跟老師平常上課是一樣的 只是把它變成數位化 對不對 有個小幫手幫你把這些東西紀錄下來 好 所以 即使老師你上課的時候沒有平板 有沒有關係 也沒關係啊 還是可以玩啊 還是可以做紀錄 好 那我們再往下一個 那麼 接下來就有另外兩種功能 是什麼 學生的戶頭跟戶品 比如說你看 互相投票 比如說我覺得 哪一個同學的作品比較好 我可不可以用投票的 可以 或者我們要選班長啊 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啊 那我們來試看看 你看我左手邊這裡 課間工具有沒有 學生的互相投票 那老師呢 可以把 比如說這次我要選班長 是哪些人可以選班長 你就勾一勾 好 比如說 這邊勾起來 勾起來 勾起來 好 假設我就選這幾位 那 我現在呢 就來看 是要給個人互相投票 還是小組互相投票 要不要排除自己投給自己 這個都可以嘛 那我們就來看 你看 還可以規定一輪幾票 所以 假設我一個人兩票 好 來你看看 現在你還不能投票喔 因為老師還沒說開始啊 對不對 所以不能按 你看我按 開始投票 有沒有可以按的 你按完了 就可以把它送出來 那我在這邊就可以馬上顯示結果 有沒有 即時的就出來了 以前我們在那邊舉手 然後算票數嘛 現在你們呢 直接就投票啦 這老師還沒有停止投票之前 你都可以改喔 所以大家還是覺得 冠輝老師 人氣比較旺一點喔 哈哈哈哈 我還沒有決定 關閉之前 你都可以 還可以修改 好 好 君達老師跟冠輝老師 已經 欸 欸 那個 選情的變化跟疫情一樣 每天都不一樣 哈哈哈哈 好 我要關閉囉 來關閉 好 君達老師最後勝出了 所以我們當然可以在這裡 對不對 君達老師 恭喜喔 你當選頒獎啦 哈哈哈哈 這樣可以吧 好 這個是叫做投票 那我們來看看負評 欸 負評我們換小組來負評 好 小組來負評 我就全部勾起來 那一樣的 我可以選擇 就是你要選哪一個 那 這裡 順便跟老師分享一下 像我在暑假 我就有上一個 純線上的直訊課程 可是我們到最後還是會有個 專題報告 那就會有分組 我就用這種方式 讓同學去做 來我們play看看來 老師看到你的畫面 有沒有發現1到5分 對 所以這個方式可以適合 比如說 小組的報告 那我們就讓同學來做評分 對不對 這樣子給分 那因為現在老師開始嘛 好 開始 那我們從這邊 這樣就可以看到每一組的情形 有沒有 有沒有 反正他就得加進去 看你給幾分 為什麼第一組人氣這麼旺 所以老師你沒關之前 對 你沒關之前 你都還可以再改 我改了以後他就會再互動 對 所以你改看看 改了馬上數字就變了 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很即時 這樣不是很好嗎 對不對 因為老師的票還沒有投出去嘛 所以我還可以掌握關鍵的一席 有沒有 好 來 我要停止 這樣是不是就有了 最後 果然第一組被追過了 我們是第五組 的旁邊 第六組 哈哈 第六組 來我們找到第六組 第六組 你看我就找學生分組 第六組 孟娟老師也在這一組 好 這樣就加進去 我就加到小組的分數 所以老師可以感受到 我們用這種方式 是跟同學的互動就比較多 尤其是在有這些所謂的 行動裝置上面 你就不用一定要到 以前是這種動作 一定要到電腦教室嘛 現在就在一般的裝置上就可以用了 其實我們現在在做的這件事情 就是以前 教學現場會用的一個工具 叫做IRS 有沒有拿一個紅外線遙控器 像那個 開那個電動門的那一種 對不對 如果是1你就按哪一個 按2就哪一個 好 但是現在大家的載具就是最好的IRS 而且它只是什麼 只用紅外線只能在現場 我用這個在線上 在線下 是不是都一樣 大家都可以做啊 這樣參與感度相對比較高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剛好最近這兩三年 疫情之下 大家看到的一個這種互動 比較不一樣 那接下來 我們再把另外一個互動帶進來 剛剛我們都比較強調的 就是跟同學的這種互動 那另外呢 我們來看的就是這個 叫做快務快檔 這叫客間工具 好 那這個部分呢 如果你曾經用過的 他也會把你記錄下來 我們目前OneNote 他所支援的 是單選題 這個選擇題是單選題 或是問答題 那 您可以直接這裡輸入題目 或者選擇你的圖片 當然說真的 如果老師 你是臨時起義的 也沒關係 我都不打 直接告訴他有幾個選項 讓同學去選 可不可以 也可以 那你看呢 我先拿我之前的 這一題 我先按下去 請問24節氣 到底是根據農曆還是陽曆 像我們禮拜一 是什麼節氣知道嗎 這禮拜一 二十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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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對了 厲害 雙降 雙降 雙降完 就要怎麼樣 準備要立東 因為秋天已經過完了 好嗎 好 那這一題 你看 這樣子我把結果顯示出來 有沒有 回答B的 回答A的 可是這題很奇怪 隨著年齡的增長 答錯的越來越多 因為這一題 國小三年級有教 哈哈 所以 這些老師 請加油 喔喔 喔喔 對 國力才是正確的 好嗎 You're the best 因為剛好 一個月有兩個節氣 一個月有兩個節氣 這樣OK 果然 馬上跑票了 因為老師忘記關屁作答 哈哈哈哈 好 果然有同學很厲害 會利用漏洞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再看看 剛剛是單選題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這個問答題 問答題 來 這裡面只有一個正確的 四個字的成語 有沒有發現老師的 裝置上是有一個輸入了 欸 你就好的 請你送出 下面也會送出答案喔 下面有一個送出答案 所以你捲到下面就有送出答案 好 已經有一些人作答完成囉 好 我們看一下看一下 有沒有老師 答對的 所以在OneNote這種快問快答 他不是要像卡戶啦 或者是Word List Word Word那種方式 就是讓同學做一堆的題目 這種比較適合 就是老師上課過程裡面 我就挑幾題重點 來問一下同學 這樣子 欸好厲害喔 果然都是國小老師 只有一個老師有問題 老師 欸 講有問題了 又多跑出來 糟糕糟糕 這幾位老師 這個是國小 錯別字裡面 常考的 有沒有 有 有喔 固到底是哪個固 固 是固式的固 還是固子的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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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連老師都 開始疑惑了 答案當然是 多數人的都是對的啊 怎麼可以受到他們的影響呢 哈哈哈哈 所以 你知道的 請多加油 有沒有 哈哈 喔喔 有沒有 欸 你可以像這樣子啊 那其他的 你就把它打勾啊 如果老師你覺得這樣太麻煩 其實也可以用批次的 只是因為在這裡 因為同學比較多的話 我用批次這樣比較難找 所以 像這樣我就可以用 來我做一次批次給老師看 在這裡 你看我們在外面這邊 有沒有要批次評分 有 如果你同學人數不多 我又記得 我就可以一起勾起來 有沒有 勾起來了 然後怎麼辦 下面這裡 好累 有沒有就一起加 這樣我就不用每一個都是點啊 欸 這個是 老師可以參考的方式 這就是批次評分 所以這樣有沒有比較有感覺一點的 有齁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方式 那您就已經玩到這邊了 從班級經營一直玩到課前工具 那我們到這邊 兩點半 先起來讓大家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跟OneNote整合的 怎麼玩 謝謝 謝謝 謝謝